今天收获一窝墙群 开心给大家看一下 哇塞 哇塞 全部都是 哎呀 哎 我这边放了一个风箱没了 哇塞 这俗话说的好啊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结果被人给透走了 这种位置都不安全 看来危险的地方也不能放 一点都不保险 放在这种地方都被人家给透了 这边找了一个废弃的猪场 这以前是羊猪的 然后这外面就是山 这个好位置 这边 给他放个山香 看能种脊渣 今天外面下雨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放点芬香 烧点腊上去 然后大家去找这种旧的芬香 新买的芬香那个有味道 去找这种羊果芬的 旧的芬香效果最好 旧的芬香效果最好 这里再放一个 偷拿是小猪 非常好 绝对不可以丢 这又是一间破老板子 这个都破掉 然后这边放一个中火 我刚才已经看到好几个带花粉 这个是白粉白以及莱粉 出炉都很正常 下雨天还出去采蜜 这个又够勤劳的 现在等天黑 等天黑给它搬回去 再拿一箱进来放 现在又搬了一个箱子进来 然后等天黑把这个箱子 拿走 然后再放一个箱子上去 一个位置有时候 你今天搬走 可能两天它又来一窝 说明这个位置是好位置 然后像这个 右分 如果你就单单放在这边 不拿回去的话 那这样子就比较轻松一点 像我这样子要搬回去 怕丢掉搬回去的话 也比较麻烦 因为它不是说 你什么时候看到都可以搬回去 像现在 它很多分都在外面采蜜 你这时候把它搬走 那外面这些分 就完蛋了就回不去了 所以说要等到天黑 然后这个也要有一定的 心理承受能力 比如说像我们出路的都是这种 老旧的房子 一到晚上都比较阴森的那种感觉 还有山上 野外 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去搬 确实这个要有 一定的心理接受能力 走 我们现在去再找找 看还有没有 先放这边 然后像比如说这种 房子哦 周围都拆迁了 然后就剩一个老房子 这种里面也可以去换一个 概率挺大 像这边一带在拆迁 放在这边有可能 过几天房子都给拆了 少个毫无意识 独一把 像这种房子 边上都没什么房子 这种最好的 这两个 该不会是古董吧 这房子都倒下来 好 放在这个角落这边 然后从这边飞出去 这种位置非常有信心 这种位置 米粉特别喜欢 嗯 这个房子 刚才转了一圈 有点阴森 算了算了 不翻了 这到时候 去收都不敢进去 完善都不敢进去 嘿嘿 最终角落 也是废弃的房子 嗯 可以啊 这边再放一个 然后这两天的话 又收了几十个分箱 都给他投出去 反正 也是今年第一次又分 有没有前途 到时候拭目以待 哈 这个位置哈 这个位置也换一个 嗯 没能组的 可以吗 你们说这个概率高不高 会不会来 还有这个位置啊 墙壁上刚好有个架子 也是没屋顶的 上面一棵树 啊 这也是翻回很久的 房子 这个概率应该是来讲挺高的啊 早晚都会来 像这个房子也不错哈 这边周围没什么房子 但是 这个路在这边 要是种到了 它纷飞来飞去 人家走路经过的话 一下子就发现啊 所以说 这个位置就不放 如果不会丢的话 这个位置也挺好的 就周围 丢着一个房子 去再找一下 哎呀 这个很久没人住都攒杂草 这边看一下啊 没办法哈 这边找不到地方 但是这边很偏僻啊 基本上不会丢 所以这个角落 翻一个 上面用东西给它盖一点就行啊 哦 这个 按摩摩的 这个位置也不错啊 今天专门找这种位置 现在车上只有一个分箱 要不然这种房子 随便放个三个 随便放个三个都可以 先放一个 到时候有来了 再多放两个 先进来正查一下 现在最后一个箱子也放完了啊 放在房间门口 这外面都是山 今天出来检查了四个箱子 然后中货中一窝 还有一个丢掉 然后还有两个是空的 然后那个桶的话检查了有十来个 一个都没中 然后今天下午也放了 十一个还是十二个箱子嘛 专门找这种老房子 山上老房子 或者村庄里面的老房子 然后大家觉得这种位置 来分的概率高不高 就是专门这种老房子 我是觉得这种位置 因为中了很多 我觉得这种位置应该是可以 那现在去搜 今天检查的那衣物 现在过去差不多天也快黑了 然后收回去刚刚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